大家早安 这些球现场 我们先带你来关注到的就是 澎湖的渔船大进满 88号在2号晚间遭到 中国刀的海警登检扣押 而这件事情也引发了 美国白宫的关注 这是白宫的发言人尚毕业 在台湾时间今天 4号清晨的记者会当中 就被当地的媒体就问到了 大陆的海警船在钓鱼台附近 骚扰一艘日本的船只 另外也在台海扣押了 一艘台湾的渔船 那白宫对这些状况 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来看发言人他的回应 白宫的发言人 他并没有特别表明说 他的回应是针对了 日本的船只或者是台湾 遭到扣押的渔船 但是他强调会密切关切 关切这些事件 同时他也呼吁双方 必须要维持沟通的管道 才能够寻求正确的解决之道 而美国总统拜登 恐怕现在头很痛了 因为呢他在上周的时候 这个辩论的表现非常的糟糕 所以现在党里头很多的浪潮 是呼吁他要赶快退选 并且要民主党赶快找到 候补他的人选 到底会不会退选呢 当然是本周的全球关注的焦点 而白宫发言人在台湾时间 今天上午的记者会当中 就表示说他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拜登是没有考虑要退选的 是习近平台湾时间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导 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 在当地时间3号 无预警加入了竞选团队的视讯会议 而拜登当场就很明确地表态 会参选到底 而拜登还和全国20名的 民主党籍的州长来会面 他也向这些地方州长保证说 在经历了灾难性的辩论之后 他依旧能够升任带领 民主党胜选的大任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5号的时候 在哈萨克的首都阿斯塔纳会面 习近平现在就指出 双方要维护两国的正当权益 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做出努力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式和外部环境 双方要继续秉持世代友好的初心 坚守造福人民的恒心 不断含养中俄关系的独特价值 普丁在和习近平会谈的时候 他同时也强调中俄关系的发展是来到历史上的最好的阶段 习近平同时也表示双方正在全面落实达成各项的共识 要推动两国各个领域的合作 要朝着既定轨道稳步向前 普丁其实在今年的5月中旬的时候就访问到中国大陆 当时有和习近平来会面 这也是中俄两国的元首一个半月之内第二度的会面 外媒现在就分析了普丁和习近平在上合组织峰会 另外也有这个双边的会谈 他们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要强化反西方联盟 并且在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中亚地区 要持续施加中俄的影响力 习近平和普丁三号是借着参加上合组织峰会的期间 双方再度会面 这也是两个人时隔 仅仅一个半月之内就再度会面了 前大使界文集他就分析说 这一次习普会会谈的重点除了中俄合作之外 当然还有俄乌战争的走向 还有先前普丁访问到北韩和金正恩会谈的细节以及内容 我这个哲伦世界口风有一点变 对他说不排除第三方的话可以进行谈判 对最近有点变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习近平跟这个普丁 可能会谈到俄乌战争的成分蛮多的 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普丁最近跑了这个越南跟朝鲜 尤其跟朝鲜签了一个共守同盟条约 我觉得这些部分他都有必要要跟中国大陆讲清楚 你的意图跟你的这个做法 我觉得现在中俄关系这么密切情况之下 这两个都是跟中国这个关系 包括安全来讲是密切相关的 那普丁他有这么大动作 那是有义务要跟要跟中国说明的 那另外一方面其他的计划 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来比对一下双方的进度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这几天出访到哈萨克 其实一个重点就是他要参加上合组织峰会 当然这个峰会呢 外界解读就是跟西方的这些各国来抗衡 提供这个平台可以让组织里头成员国 他们有一些经贸上的合作跟讨论 另外他也宣布说中国大陆和哈萨克的关系 跃升至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而外界最关注的当然就是习普会了 因为这是仅仅在一个半月之后 中俄的领导人再次会晤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搭乘的专机 抵达哈萨克首都哈萨克总统亲自接机 曾经在北京留学的哈萨克总统 还特别在欢迎仪式中 安排11名身着白衣的哈萨克儿童 用中文演唱歌曲 习近平二日展开为期五天的中亚访问 正式宣布中哈关系 跃升为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哈友好根治于绵延千年的五丝绸之路 要历经建交32年的合作基点 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其中的重头戏是周三周四 连两天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但国际更聚焦于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丁 继五月会面后 仅隔七个礼拜的第二次相聚 两人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场边会晤 习近平更在简短的开场白礼 称普丁为牢友 而近日形成满党的普丁 也与六月刚访问完的北韩来往密切 多名消息人士指出 北韩将派出五个联队的工兵给俄罗斯 最多可能达一万五千人以上 俄军为了能够避开俄乌战场前线 双方焦灼不下的状态以挖掘地道 免除军队遭到敌军无人机攻击 北韩军队数十年来在地质坚硬 以花岗岩组成的军事缓冲区挖掘地道 因此技术成熟 能为俄罗斯提供极有力的军事援助 期待站欢迎组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变成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